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上到酒吧大楼集合 酒吧讲堂上课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酒吧新闻台 FM酒吧点音 欢迎收听酒吧讲堂 我是李贤阳 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 我们跟大家提到有关 液晶的一种运用 叫梅花艺术 其实液晶在生活中 与我们非常多 各个面向息息相关 那梅花艺术 只是液晶的使用的方法之一 那今天我们还会 跟大家来谈谈 液晶的另外一种生活上的运用 也是大家或许会有机会 去接触到的 那它是一种命理的方式 叫紫微斗树 那紫微斗树为什么会跟液晶有关系 也许大家会有一些兴趣 如果曾经看过紫微斗树的人 也许会觉得 在紫微斗树的命盘里面 几乎看不到液晶的影子 在这个之前 要先跟大家聊聊节气 我们都知道 接下来一个重要的节气就要到了 那就是清明 清明是中国人在节气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一年24个节气里面 在传统有非常多的习俗跟活动 那可能最重要的 大概就推春节 端午中秋 另外一个就是清明了 对于一个非常重视 古老传承的一个民族来说 清明节向来是大家 记足扫墓的日子 很多人对于清明的了解 除了小时候可能跟家里一起 记足扫墓以外 大概可能都是从小时候念的书 那也就是唐代的杜牧 的那一首诗 我相信大家几乎都是朗朗上口的 那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这首诗在对于清明的一些意境上的展现上 其实多多少少已经表现出了 一般人在清明时节的时候 所展现出一种追思的一种心态 但清明时节 其实在很多不同的民族 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祭典 还有习俗 那最早清明节的由来 是来自于古代帝王 他的祭祖的典礼 后来被民间所沿袭 所以在很多地方的这些习俗 还会跟当地的地方特色 去连接在一起 那清明节呢 也是少数几个中国的节日 在不同的国家 迄今都有 这样子同样类似的仪式 除了中国跟台湾以外 包括在日本的琉球 或者是在马来西亚 新亚坡等等 有华人的地方 几乎都有清明扫墓的习俗 那清明节的时候呢 他的很多习俗 有时候并不是因为清明当天而来 在古代呢 还有一个寒食节 所谓的寒食呢 就是不生活 只吃已经煮过的食物 那我想很多人可能对寒食节 已经都没有印象了 应该说是 大部分的人对寒食节 其实都没有印象 所以清明很多的习俗 其实是来自于寒食节 而寒食节的习俗 流览已经非常的久 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呢 也可以去看看寒食节的由来 它为什么会跟清明节合并在一起 其实都有一些因缘 那在台湾 因为我们把4月5号 定名也是民宿扫墓节 所以现在大家可能都记得 扫墓的时间大约是这段时间 但是呢 纯粹从节气来说 清明的节气 大约在这个国历的4月 4号5号6号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每年的节气 事实上跟我们 真的在过的清明节的那个日期 未必会完全一样 那在讲完清明之后呢 来回到我们刚刚 跟大家提到的主题 就是有关于紫微斗数 那中国人对于生死的观念 其实由来已久 其实在不同的民族 还有不同的文化 对于所谓的生死 都一直有一些阐事 齐兵姐刚好 其实就是在谈生论死的时候 所以我想这个时候来谈 这个主题应该非常的合适 那为什么我们要提到 紫微斗数跟易金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易金 在最早发展的初期呢 它其实是巫朴之术 那也就是拿来占卜之用 古代其实凡事 都是要问天的 因为在过去 科学还不是这么昌明的时代 在生活中有非常多的事物 都没有办法 用一般的方式来理解 包括我们现在非常多 习以为常的科学知识 在古代 其实都是深奥难解的 那为了能够 跟这些神明能够沟通 因此发明了类似像 易金 占卜 这样子的工具 当然占卜工具的一个发展 远远流长 也不见得是一开始 就如同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样子 但易金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呢 确实也保留了中国人在生死 还有对于自然万物的一种认知 比方说 在易金里面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阴跟阳 也就是万事万物呢 都有阴阳 两个面向 老子说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复阴而抱养 也就是万事万物呢 其实都有阴阳两个面向 而阴阳 这也是易金里面 一个最核心的观念 因此呢 当我们在谈到易金的时候 就可以理解 在过去 一个非常重视 乌卜的时代 如果凡事呢 几乎都要用 占卜的方式来理解 那这个工具 当然对于当时的人类来说 当然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在乌卜树里面 它也是少数呢 一直被保留下来 而始终呢 没有受到政治因素 或是经济因素种种 而被这个 遗忘的一门学问 这跟我们目前 很多人对命理 或是对于占卜 有一些不同认知 完全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对比 那我们知道 在古代 有这个秦始皇焚书坑奴 那这个 物浦之术 众术啊 之类 医疗等等的书籍 是少数被保留下来的 那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在这些 保留下来的文献里面呢 反而是因为 很多的书籍 已经被焚毁 因此呢 有了一些传承上的意义 那对于义经来说呢 孔老夫子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传承者 但是对于义经在传统 单纯只是 巫朴之术 这个面向来说 孔子又进一步的推演了 在义经里面 文字上面的 为言大意 所以很多人在 看待义经的时候 非常多的诠释 都是来自于 孔子 以及孔子的弟子 还有后续 许多人 对于义经内容的一种诠释 所以才会看到 我们目前 对义经了解一些面向 当然现在 也有非常多的 这个义经的大师 针对义经的内容 有了更现代化的 一些理解 并且针对 现在人的需要 也做了非常多的 一些内容的诠释 那这其实对义经来说 当然都是一件 好事哦 但是就义经作为一个占卜之术 就这个面向来说 它其实还是 无庸置疑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特别要来谈到 义经的运用之外 当然也要来聊一聊 为什么义经 会跟我们刚提到的 生死之间 有这么大的关系哦 我们都知道 这个孔老夫子曾经说过 为之生 焉之死啊 那很多人白话的去诠释这句话 就直白的解释说 你连这个 生是怎么来的都不晓得 何必去谈论到死 这个部分 当然这样的解释 看起来非常直白哦 但似乎是误解了 孔老夫子的意思 那我想对于 孔子来说 生跟死 其实是同样重要的哦 你不能够只想到死 想到死的同时 也要想着生 生死呢 其实就好像 阴阳之间 它其实也是一个对立关系 如果你想要了解生呢 你就必须要 对死 也要进一步的理解 你想要理解死 你也必须要对于生 必须要有 更进一步的认知哦 那刚刚提到 这个义经 跟子卫斗树的关系哦 很多人一定觉得 很奇怪哦 因为义经 里面的这些挂词 瑶子甚至 义经里面 所提到的洋瑶 阴瑶 蒲卦人 大概啊 如果去看了 子卫斗树 里面的这些 内容 大概完完全全是 看不到 子卫斗树的影子哦 那这个部分的有趣之处 就是在于 义经在长时间的推演之后 我们常常都说 它是这个中国 命理的源头啊 也就是 所有中国命理的 这些述数 基本上在它的内容 结构跟意涵上 都跟义经是有关的 但子卫斗树 所利用的这些工具呢 却完全都没有这个痕迹 这其实是一件 有趣的事情 因为本身 我是学气管的哦 所以我们对于 任何事情 必须要做 适当的包装 这个部分 其实当然会 有一些看法 其实就 子卫斗树来说 我们也可以说 它是 义经 内容的一种 包装 让它有 更好的 这个卖相哦 子卫斗树 发展的时间 很早 那据说在 唐代的时候呢 就已经 有了 相当的雏形 但是 相较于中国 另外一个 主流的命理工具 也就是 四柱八字 子卫斗树 在 中国漫长的历史里面 始终 还谈不上是 主流的数数之一哦 那 子卫斗树的流行 还有 大家确认它一个 整个结构上的完备 大概是在 宋代 那 截至目前为止 哦 就是在我们所理解的 这个 子卫斗树的 发明人 那是叫 陈希仪哦 那 也是在 道家的重要人物 陈伯 那 陈伯是一个道士 哦 在 道教的这个 道场 这个 重要经典里面 其实也有 子卫斗树 这样一个 命理学问 那宋代既然是 紫薇斗树 真正集大成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理解哦 大家在宋代的时候 宋代的理学 其实非常的蓬勃跟兴盛 宋代理学谈的 就是 易经里面 非常多内容的 禅室哦 甚至包括 易经之外 对于 易经文字以外 更图像化的 还有数字化的 比方说 和图 洛书等等 也都成为 当时理学的一个 重要思想的内涵之一 许多人看了 紫薇斗树的 这个命盘 会觉得 可能会觉得 它跟这个 西洋的占星树 的命盘 其实有一些 雷同 但如果仔细研究 会发现 紫薇斗树呢 似乎 在整个命理推演的 这样的一个 逻辑跟法则上面呢 似乎是 兼容并蓄了 几个不同 命理知识 那比方说 就这个十二宫 也就是说 它里面提到了 人生重要的 十二件事情 那基本上呢 跟这个 西洋占星的十二宫 是非常雷同的 那紫薇斗树里面呢 有十五颗的主星 但是这十五颗的主星呢 却跟这个 和图洛书里面 对于这个 周天之树 十五 这个概念的延伸啊 也是 有些相关的 那包括 紫薇斗树里面 所谓的星辰 如果 我们来 万文生意 就紫薇斗树 这四个字啊 那紫薇 是天上的星辰 斗 其实也是指 星辰的意思啊 所以很多人呢 就把紫薇斗树 里面的 每一颗 这个星辰的名称 都以为呢 它就是 天上的星星 所以呢 曾经在 我学紫薇斗树很早期的时候呢 我所知道的资讯 都告诉我说 紫薇斗树的排列的方式 是跟这个天上的星辰互相呼应 但过没多久 然后我们就发现 这个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 紫薇斗树里面 所有星辰的安排跟排列 完全跟天上的星辰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呢 紫薇斗树里面的星辰 其实都是 虚心 虚虚实实的虚 虚心也就是 呃 基本上紫薇斗树借用了天上星辰的名称 但是呢 它的排列 还有它的运作的方式 却跟天上星辰的轨道 呃 完全没有关系 这一点 跟西洋占星其实就有 很大的不同 那既然它不是从 天上星辰的轨道的运行 来计算而来 那紫薇斗树又根据什么样的方式 来排出这张命盘呢 以它吉岔城的时代来看 在宋代 这个理学非常发达的时代 我们大家可以知道 其实紫薇斗树 它的一个内涵 是来自于 易经 易乙的概念 好 这个部分我们就 回到了紫薇斗树跟易经之间的汇流 如果大家有机会 去看看紫薇斗树的命盘里面 呃 就会发现它有十五颗的主星 那分别是紫薇 天机 太阳 舞曲 天童 连针 还有 天府 太阴 贪狼 巨门 天象 天梁 七杀 跟破军 啊 这边总共就有十四颗 另外加上一颗鹿蠢 形成了十五颗的主星 那除了十五颗的主星以外呢 还有所谓的六级星跟六胸星的辅星哦 那六胸跟六级以外 还有非常多的 我们称呼叫说有独立特质的小星星哦 那这些小星星呃 基本上大概是从这个八字的神煞去衍生而来的 紫薇斗树的基本架构里面呢 大体上是由十五颗的主星加上六级六胸组合而来 配合上跟人生重要的十二件事情 搭配起来 十二宫哦 十二宫代表我们自己本身个人的命宫 还有与我们的长辈有关的父母宫 福德宫 田宅宫 还有关禄 关禄就是事业的意思 还有仆役宫 仆役宫代表人际关系 还有迁移宫 代表出外发展的能力 饥饿宫 还有呢 财博宫 子女宫 夫妻宫这些 跟我们这个 周遭人息息相关的 兄弟宫种种 总共有十二个宫位 那十二个宫位里面呢 既然是延习来自于印度的占星学 或者是西洋占星学 但是呢 就十二宫的本质来看 它其实有它来自于易经的内涵哦 在紫薇斗树的十二宫里面 其实是由十五这个数字 衍生而来 有些人觉得很奇怪哦 十二跟十五 那不是有三个宫位不见的哦 那为什么不用十五宫呢 而用十二宫 那十二宫是来自于黄道十二宫 也包含了我们对于 一年十二个月这个概念 衍生而来 所以很多人对于 紫薇斗树 他的命宫的定定哦 可能很感兴趣 所以呢 在紫薇斗树里面 其实他多少呢 已经涵盖了在中国 前人他们对于 时空环境的一种理解 所以呢 紫薇斗树的所谓的命宫 其实是根据地球绕太阳公转的位置 还有地球自转的这个位置 来决定一个人他在当下 是处在太阳系的一个什么位置 也就是什么坐标来决定的 当然那个时候 并没有太阳系这个名字了 所以当我们能够理解 自己在这个时空之中 我们所处的位置 这个位置就称呼叫做命宫 所以这里有一个 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 那就是既然人的出生 这个时间点 会跟时空的关系 我们在于这个时空的 坐标上面有关 那是否意味着 我们对于生命的理解 其实并不单纯 只是一个生命的 时间的轨迹 它可能也代表了 我们跟这个时空的一个关系 是处在一个怎么样的 相对状况下 那在下一段的节目 我们还会再继续跟大家聊一下 紫薇斗树为什么会跟易经有关 那稍待便客 广告过后 再回来 酒吧讲堂 欢迎回到 酒吧新闻台 酒吧讲堂的节目现场 我是李贤阳 我们刚刚聊到 紫薇斗树跟易经的关系 那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概念 很多人学了紫薇斗树 学了一辈子 都不晓得 它其实是从易经 所演变过来的 大概只是嘴巴讲说 紫薇斗树跟易经有关 当然你问它 到底紫薇斗树跟易经哪里有关 那十个八个 大家都不晓得 所以这个有趣的一个故事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前一段的节目 我们谈到 紫薇斗树总共有十二宫 十二宫是代表十二个数字 黄道十二宫也代表 我们非常熟悉的十二生肖 所以十二这个数字 在这个中国的 这个命理数中 其实是也非常具有 重要的地位 那十二跟十五到底是怎么发生关联的 那在紫薇斗树的十二宫里面 它有十二地支 也就是 知仇一卯成四五位 生有虚亥 在紫薇里面 把瘾这个宫位 当作是万物生机 蒙发的一个时间点 那瘾呢 其实就是所谓的正月 就是一年之计在于春 正月其实就是瘾月 那紫薇斗树的命工呢 也是从这个宫位开始起算 所以你顺属您的出生的月份 农历的 然后再逆属你的出生时程 时程是根据 中国的十二个时程 也是一样 子仇一卯成四五位 总共十二个时程 那顺属出生月 其实就是代表地球在太阳系 黄道十二宫的轨道 它所坐落的位置 那逆属的时候是代表地球 自己本身自转的位置 所以当我们找到您出生的月份 在这个轨道上的位置 再看看这个地球 自己自转 它所处的位置 因此就可以交集出一个坐标 那就是您出生的时候 你在太阳系所坐落的位置 这个听起来有点虚无缥缈 但是至少古代 在定义这个命理工具的时候 找到了一个可以放诸四海 接准的方式 那我们刚刚提到 放诸四海接准 其实是很重要的概念 你既然要谈生论死 那对于任何人来说 你都必须要找到 一个可以共同去理解的一个方法 我想今天就算是 再有一个人想要发明 类似一个命理的工具 恐怕也不拖 以时间还有空间 来定义一个人 那个命运的起点 来得那么具有说服力 当然现在很多人 没有办法去搞清楚 为什么我出生的时间点 会跟命运有关 那这个后面 我们会跟大家讨论 我们先来说说 那为什么紫微斗数的 十二个工位 会跟一金有关 那研究过一金的朋友 可能都知道在一金里面 这个阳卦跟阴卦 或者是说前卦跟坤卦 它们都有各自代表的数字 前卦呢 阳就是9 然后呢阴卦就是6 那为什么这个乾坤或是阴阳 它所代表的数字 是9或6呢 如果我们去看看一金 就会发现前卦跟坤卦 跟其他的另外的62卦 最大的不同 就是卦此命会提到 用9跟用6 那9这个数字 是从这个数字里面的 12345基数 也就是1跟3加5 这三个数字的总和 而这个坤卦 阴的部分呢 之所以为6 就是2跟4加起来的总和 所以呢阳术用9 阴术用6 这个在中国其他的命理工具里面呢 也大量运用到了这个概念 比方说和洛里数 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办法谈和洛里数 在这个行运的时候 就用到了这个阳瑶行9年 阴瑶行6年 这样子的概念 那9跟6 把它放到12宫里面去 它又各自代表了什么意思呢 刚提到 紫卦斗数的12宫呢 是以这个宫位 作为万物蒙发的一个时间的起点 所以呢 这个宫位呢 我们称呼叫做命宫 那前一宫呢 就叫做父母 在前一宫叫做福德 那从福德呢 再重新起算 你把它逆推回来 福德 然后接下来是父母 然后呢 接下来是命宫 很多人在学习紫卫的时候 大概呢 把这个宫位 跟数字之间的关系的定义 是很直白的 把它从命宫就是1 然后父母宫就是2 然后福德宫就代表3 天宅宫就代表4 以此类推 因此呢 推到最后一宫 兄弟宫就叫做12了 但事实上在 这个异经的概念里面 并不是如此 在异经里面对于 紫卦斗数12宫的一个描述 其实是从两个面向来看 一个呢 是从命宫起算 那也就是从命宫起算的这个6宫 它是命宫 父母宫 然后呢 福德宫 田宅宫 关禄宫 到福一宫 这6宫呢 是根据我们刚提到的这个 阴阳的概念 也就是阴数用6 阳数用9的概念 来安排 那如果大家去研究一下 看一下这个先天的八卦 先天八卦就有 所谓的阳逆 然后呢 阴顺的概念 所以你去看那个 呃 先天八卦的这个 卦的顺序啊 前一对二 离三正四 这四个 基本上呢 是逆时中而行的 那接下来的这个 迅卦砍卦 梗卦跟空卦 则是顺时中而行 所以呢 把这个阳逆 阴顺的概念呢 放到十二宫的一个排序里面 那就会从命宫开始起算 阴啊 阴顺的6个 就是我们刚提到那6个 那阳这个数字又从 哪边开始起算呢 是从命宫开始吗 哦不是哦 它是从福德宫开始起算 从福德宫开始 逆数九个 哦 九宫 那就是福德 父母 命宫 兄弟 夫妻 子女宫 然后这个 财博宫 极恶宫 另外就是 迁移宫 所以呢 在这个阳顺跟 阴利里面呢 九跟六 本来合在一起 应该是十五哦 但是却有三个宫位 是重叠的 那就是 命宫 父母宫 还有福德宫 那这三个宫位的重叠 在命宫上又代表了 什么意义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 老子说 万事万物 怎么样 负阴而报阳 哦 所以在所谓斗数的 这个十二宫里面呢 有三个宫位 是阴阳兼具的 也就是命宫 父母宫 跟福德宫 福德宫是一个 有趣的宫位哦 它一定程度 继承了 中国人对于 轮回 还有因果的思想 所以福德这个字呢 代表 一个人的福报 那也代表一个 生命 在这个 出发的时候 那它跟 这个肉体之间的 关系的一个连结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 阳匿的过程里面哦 是从福德宫为 一 然后父母宫为 二 而命宫呢 自己 则是三 所以呢 数字的发源 是一啊 代表每个人 灵魂的源头哦 那父母宫 就代表父母 所赋予你的肉体 哦 所以 在紫微斗数 赋予你灵魂的哦 不是你的父母哦 而是一个 因果轮回的 一个传承 那把一呢 加上二 就等于 命宫的三 那 那 那 紫微斗数的 十二个宫位里面 其实都根据了 数字之间 加总的关系 跟何图 洛书之间 呃 所代表的意涵呢 互相连结 因此形成了十二宫 他所要 这个表现出来的意义哦 所以 父母宫 他同样也是 阴阳兼具 呃 这个 生儿育女 他必须要 父亲母亲一起合作哦 所以呢 父母宫同时 也是阴阳兼具的 那 命宫呢 也是阴阳兼具的宫位 所以呢 他 也同时兼具了 呃 阴跟阳 的两个特质哦 这代表 人生在世 我们对于 外在事物 还有 对于我们自己 个人精神层次的一些 升华所 引申出来的 所掌管的这些意涵 其实都不相同哦 所以 阳顺跟阴历 九数加六数 在这个 三宫重叠的情况之下 哦 因此 就 形成了十二宫的 概念 那 十二宫里面的 这个 安排哦 呃 在 过去不同的数数呢 有一些差异 哦 但是在紫薇斗数 确立了十二宫之后 大概对这个部分 有关十二宫 的一些定义哦 几乎是 没有太多的 不同的一些见解哦 但很多人对十二宫 他 如何定义而来 不甚了解哦 在这边 就今天我们跟大家 所分享的哦 那至于说 其他的宫位怎么样跟 这个 呃 数字之间 跟这个 我们刚提到的 呃 逆九 顺六哦 这个部分产生 连结哦 其实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在家里 做做功课哦 看看这些数字相加 那为什么 冠入宫 职业宫要摆在第五位 顺属第五 千一宫 为什么要 放在 逆属的 第九位 哦 如果 大家对 和独洛书有兴趣哦 可以去研究一下哦 就会发现 古人在定义这些 宫位的时候 呃 其实 都有 认真的思考哦 也确实都从 意境的概念里面 去衍生而来 那在紫薇里面呢 除了我们刚所说的 最基础的十二宫以外呢 还有所谓的星辰 那我们刚跟大家提到 星辰本身是一个虚星啊 所谓的虚星就是 它跟天上星辰运作的 这个轨迹跟位置啊 全然没有关系啊 那紫薇斗树里面的 这个星辰 又是从何而来的 呃 我们刚前面提到 在中国的 易经的发展里面 到了宋代的时候呢 还把两样东西给 融合的进来哦 那就分别是 和图跟洛书 那和图洛书呢 其实都是 中国对于数字 这个概念里面的 一个核心的 一个讨论哦 那在宋代的时候 把它比较具体的 用图形的方式 把它展现出来 虽然那个时候都说 这个和图洛书 是上古所传哦 和书图 洛书 但是这个考证 呃 非常多历史的文献 证据 几乎都发现 和图洛书 真正在 实物上的运用 呃 普遍被 这个了解哦 大约也已经是 宋代了哦 所以在整个过去 呃 传承的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为什么 并没有在 太早的时间就 被 很多史料里面 所看见哦 几乎是很少的哦 大概都提到一些概念 那很大的可能性 其实是 呃 和图洛书 一直到了宋代 才真正在一些意涵 还有他的一些排列上面 已经明确的 被大家 所共同的认知了哦 好 那我们刚提到 紫图斗书里面啊 他除了十二宫 是跟 阳九 阴六 这样的概念 去建立起来的以外 在紫图斗书里面的 所谓的星辰 我们刚提到那些虚星哦 他其实呢 也跟 易经的 瓜像 是有关的 在紫图斗书 基本上有 这个南北斗 两个星系 那南斗跟北斗呢 这两个星系 在排列上面 彼此是有关系的 但是呢 在比方说 像紫图斗书的星系 呃 他总共有紫围 天机 太阳 舞曲 天同 还有连针 这六颗星星 那这六个 星星 他所代表的是 河图里面 所谓的金木水河图 呃 这样的意涵 啊 河图在命理上 主气哦 代表 一个事件的一个 生机的一个 呃 源头 那在这个 紫图星系的 另外一个天府星系 啊 天府太阴 啊 这个星系里面 他所代表的是 河图洛书里面 的洛书 也就是说 紫围星系跟天府星系 他虽然都有一个 星星哦 都有一个天上星辰的名字 但实际上 他所代表的是 中国命理上 一些在于 树里 上面的一种关系 比方说 像这个 紫围星系 呃 紫围星系呢 的紫围星 就代表 五行的土 那天机呢 就代表 五行中的木 那太阳 这颗星还有 这个连针哦 是代表火 然后天同 是代表水 舞曲 是代表金 哦 因此呢 这六颗星 是代表 金木 水火土 哦 这两个五行 那有些人会问说 太阳跟连针 同样说属火 哦 其他都只有 一个哦 这个又跟 这个中国的 十二消息卦 有些关系哦 这有点小复杂 那另外一个 是天府星系 哦 天府星系里面 所提到的 则是那个 核图洛书 对于数字的 一个连结的概念哦 那比方说 这个天府 它在核图洛书的 一到九数呢 天府就代表 五 然后接下来的 是贪狼 是代表 一 巨门 是代表 二 以此类推 而这些数字在 呃 我们刚刚提到的 它其实都有 各自的意涵哦 大家要了解哦 在 中国是以 象形文字来作为 我们文字沟通的方式哦 所以当我们在讲 数字的时候 大家心目中 想到的 大概都是阿拉伯数字哦 在中国命里面 对于数字的概念 有它更文字化 或是更深的内涵 但是当我们在理解的时候 是可以用数字的方式 来做解释跟 说明哦 那这个部分 到底它又代表了 挂项里面 哪个面向呢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哦 继续再聊聊这一块 您所收听的是 98新闻台 98讲堂 我是李贤阳 欢迎回到 98新闻台 98讲堂的节目现场 我是李贤阳 呃 刚刚前面我们提到 紫微斗数跟 这个易经的关系哦 那我们也提到 在紫微斗数里面 其实很多这个 星辰的意涵 它其实是来自于虚心哦 也就是说 那星辰呢 其实都跟天上的 星辰没关哦 只是一个 借个名字而已哦 当然在取用 这些星辰名字的时候呢 确实也会 顾及到 那个星辰 跟意涵上面的意义哦 所以呢 紫微斗数呢 可以说是在 命理术中呢 一个 不像四柱八字一样哦 由天干地支 所组成 那么抽象哦 它把每一个 本来看来 其实很难理解的 这些数字或是挂项 呃 用一个星辰的名义 把它包装起来哦 那透过 这种这个星辰里面 所赋予的意涵哦 因此 就让这个 紫微斗数在 诠释的时候 显得非常的活泼哦 刚提到 紫微斗数 它跟易经的关系哦 也解释了 十二宫 它的排列的 那个源头 那至于说 在紫微斗数的 十五颗的星辰里面呢 它又如何跟 易经连结上关系哦 那我们刚提到 呃 紫微斗数的 紫微星系 还有天府星系 它各自 跟河图 落树有关 而这个 紫微斗数 这个星系 是来自于 今天的河图 因此呢 我们可以从 这个河图里面呢 就可以找到 它配属的挂项 那比方说 这个紫微 就是代表土 它代表的是 跟挂 然后呢 天机呢 就代表木 它所代表的是 正挂 太阳还有连针 是代表火 因此它就代表了 离挂 另外一个是 舞曲 它所代表 就是对挂 那包括 这个天同星 天同星 它代表 就是砍挂 因此八挂里面呢 基本上 就有五个挂 它是跟 这个河图里面 互相连结的 而紫微斗数 里面的 天府星系呢 它则是 跟这个后天的 洛书树 所连结起来 所以呢 天府星呢 是代表 昆挂 然后接下来的 贪狼则是 砍挂 巨门是 昆挂 天象是 代表 正挂 然后接下来 是迅挂 前挂 对挂 梗挂 梨挂 种种 这些 星辰呢 其实它背后的意涵 其实都跟 易经的挂项 是相关的 那如果你排过 紫微斗数啊 大概就会发现 紫微星系跟天府星系 它在同一个宫位 可能是自己独立在一宫 那也可能会交错 在同一个宫位 比方说紫微天府 有可能在同一个宫位 紫微七杀 也会在同一个宫位 那这些宫位的移动 是跟你的出生的日期 是有关系的 那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见 这个 河图跟洛书呢 它透过 它所代表的挂项 就相互激荡在命盘里面了 所以呢 如果 您的这个命宫啊 回头看看 您的命宫里面 假设是 这个命宫座 天机跟巨门 那您可以再把它做个对照 天机呢 是代表正挂 然后呢 巨门是代表 昆卦 那你把这个 正挂跟 昆卦 合在一起 那就是 雷帝 玉卦 立剑侯行尸的卦象 立行军打仗 建立工业的卦象 很有趣 也就是 在紫微斗树里面呢 命宫里面 新陈的交错 事实上呢 都跟 8864卦 里面的这个 卦象呢 是互相 呼应的 那只是 当时在发明 紫微斗树的人 把紫微 里面所隐含的 这个 卦 用一个更活泼 更容易记忆 也 更容易去诉说 故事的 一种方式 把它隐藏在 紫微斗树里面 这相较于中国 其他的度数 比较直白的 跟易经发生关系 是一个 截然不同 我们也可以说 是一个改变 跟进步 那包括 像太乙神术 甚至包括 也许很多人听过的 铁板神术 这个举凡 这个举凡结尾 用树 这个概念 来这个 演绎的 基本上都跟 易经脱不了关系 只是很多人 一定要紫微斗 斗 紫微 觉得它跟天上的星辰有关 这完全是一个误解 所以 今天 朋友都可以知道 既然说 这个紫微斗树 跟易经有关 因此呢 紫微斗树 它在发展的过程 当然就 全然并不是 空穴来风 并不是发明的人 在 某天 这个南科一梦之后 忽然 记笔证书 就发明了紫微斗树 任何一个 数数在发展的过程 其实 都有它 不断的在 演化 然后呢 改革 印证 这个过程 虽然这个时间 非常的漫长 但最后 能够用来推演人生 终究是 基于 一个在 透过易经 所演化出来的 一个 对于生命 演进的一种 状态 的一种描述 所以呢 很多人或许 常常会觉得 命理跟 我们的命运 它怎么能够 去发生关系 因此 会有非常多的质疑 其实我们在 看待命理这个学问 并不需要 用 非常 严苛的角度 来看待 命理的工具 其实 命理的工具 它只是 找到一个 在过去 对于自然界 观察 然后呢 了解 其演化的 基础之上呢 做了一些 合理的工具上的 一个设计 然后呢 用来推演 人的命运 那这就好像呢 今天 如果是 您是一个画家好了 在你面前 如果有一盆花 然后你希望 能够画出 这个花的图像 那您的流派 也许你是 写实派的 或你是抽象派的 野兽派的种种 达达派的好了 您对于同样一个 具体的一个花卉 每个人所诠释 出来的 这个样貌 其实也都会不同 风格 也都会不同 但是 不管你今天 用任何方式 来诠释一个人的生命 诠释一个人的命理 不同的工具 当然都会呈现出 不同的样貌来 但是事实上呢 都同样 是对于生命的 一种诠释 跟了解 所以您找心理医师 您跟一个经验 非常丰富的老者 您透过紫围斗数 或者是透过易经 来了解自己的人生 其实都是一种方法 而任何一个方法 只要能够 让你心有所感 让你有所得 基本上 都会是一个 好的方式 而命理的工具 它在整个发展的过程 当然也有 它整个 在演进过程里面的 一些修正跟修定 因此用来推演人生呢 其实是具有 参考的价值 而这个工具呢 也跟中国的这个 易经之间呢 产生了息息 相关的一些连结 这其实就是我常跟 非常多的朋友 所提到的 我们对于 古人所流传下来的 非常多的知识 其实都可以用一个 更开放 然后 更积极的方法 去理解 整个命理工具 它当初成型的 一些源头 那据此 我们也可以跟 现代的社会 互相激荡 互相发明 来对 迷你工具本身 做一个更适切的理解 甚至是 必要的修正 毕竟任何一门工具 它在整个发展的过程里面 其实都不断的在修正 不断的在讨论 任何一门学问 包括迷你工具在内 当然也都必须要 奥持这样子一个态度 那才是健康的 好 我们今天 谈有关这个 易经跟紫薇斗树 为什么会有关系 大约就讲到这里 那还记得 我们上次 在节目里面提到 这个红下链 红下链 我们普到一个 第三牵挂 那我们觉得 红下链看似呢 是可以成局的 那最近新闻看起来 这个大概也都走到了 这一步 那不过里面很多的细节 也许都还要再做讨论 或是到了今年入秋以后 这件事情才能够明朗 那是否如此 那一样我们就拭目以待 好 那在中国的命理术里面 有所谓的武术 武术不是那个 拳打小踢的武术 51 2345 然后呢 术呢 是那个学术的术 武术 武术呢 里面涵盖了 单一命像谱 那我们在两段节目里面呢 分别讲到了代表的 占谱的棉花艺术 然后也提到了 单一命像谱的像 也就是命像 谈到紫微斗树 在未来的节目里面 我们还会再 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在一金呢 对于跟武术之间的关系 还有在中国非常多不同的专业里面 他怎么怎么样 跟一金来发生关联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进行到这里 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 酒吧讲堂 再见 酒吧讲堂 下课 起立 立正 敬礼 谢谢老师 老师再见 谢谢老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